我们把这个道理细细给他讲讲 他就懂了 说法要圆融啊 要活泼啊 要讲的或情或离或法 我们并不是统一族群 统一宗教 不是 那错了 那就是把多元变成叶元了 这是决定错过 依旧是多元 依旧尊重 不但尊重 而且帮助他发扬光大 但是到最后呢 同一个智慧 同一个爱心 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 华藏世界那么多不同的族类都能够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我们这个地球上人不多 才不过六七十亿人呢 为什么不能够相亲相爱 为什么不能够平等和睦 问题在有没有人去教他 教育就太重要 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跟不同的族群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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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教相教法上有差别 教理是相同的 目的是相同的 都是爱世人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佛菩萨 一切慈悲也 这个目的是相同的 都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过安定 幸福美满的生活 都希望一切众生成就真实智慧 成就 殊胜的功德 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这个目的完全相同 今天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建立这样的信息 然后再从这个信心里面 将佛教的经典 由前而生地介绍给他们 目的活在 帮助他开智慧 佛教不是宗教 首先要让他认识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我们一定要让他认知 我们一定要让他认知 信心建立之后 劝导他修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使智慧的生活 今天我们讲的是 圆满智慧 高度艺术 落实在生活当中 世间人所讲的 真善美慧的人生 真善美慧的生活 这是菩提心 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说了六个原词 这大家所熟知的 菩萨六波罗密 第一条 布施 布施是什么意思呢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 佛物 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说 人生以佛物为目的 佛家讲布施两个字 布施就是为一切众生佛物 你看我们看到 许多这个聚会 我们宗教的聚会 新年 我们办这个 温宪晚会 义工一千五百多人 这一千五百多人 修布施 布施 他来做义工 为大家 佛物 佛物 用我们的体力 用我们的智慧 这叫 内财布施 出钱的 那是外财布施 出利的 内财布施 比外财布施 还要出圣 持战是什么意思呢 持战是守乏了 一切要守规矩 随着大会当中 几千人的聚会 你依照规矩去做 听从指挥 又跳不稳 守己律 守规矩 这叫持战 愿如是讲耐心的 很有耐心 有礼貌 谦虚 能够让佛物的对象 对你有好感 对你能生欢喜性 能生信任性 忍如 仅仅是求进步 决定不移 现实为满足 不断要求进步 所以 我们的大会结束之后 要开检讨会 一项一项的检讨 我们有哪些确实 有哪些做得不够圆满 下一次如何来改进 统统都列入记录 禅定不移 内心有主宰 我们有方向 有目标 确定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 不断要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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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里头 点点滴滴都居足 六波罗密 我们一定要 感谢观看